繼續我們來關心這個收看這個 現在在了食品跟油品 收看這個宏佛 現在也有這麼多地名的餐廳 包括在裡面 現在有這個圓山飯店 福華飯店 還有公平集團的 四題牛排 還有這個連鎖咖啡店單體 檢查單位跟衛生單位 現在都發現說 他們是跟這個金國王的手的開館 食品買完了 不過今天這幾件的業者 都拿出開館在五月底 拿出檢驗學家報告 他們表示他們不知道 為什麼會出問題 那麼這次產品現在都已經拿回來了 解除消費者疑慮 檢查對開館食品 對著流行 發現烈無名的福華 銀沙飯店 公平集團的四題五百 都有可能使用到金國王的完了 檢查公條 對國界的發生速化這個順利 都已經要求開館食品 開館的動作 開館公司有儀式禁的那個 縮化劑產品的東西 所以本公司為保障消費者權益 就是全面將開館公司的產品 全部把它下架 除了食品跟油品 現在還有 各種產品業者都放進來 台北市會先叫1點派市民館 對開館的下架 就在對著當中 有夠的保就對我來 隨便粗幅情侯 記者應有如曾志祥 中標上台北報道 好